《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3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944期 那么昨天节目我跟大家报告了 硅谷银行倒闭 那么可能会带来的巨大的损失和巨大的金融风暴 那么在昨天呢 美国政府就紧急出台救市了 本来那是说美联储是到今天会开闭门会议 来研究硅谷银行的倒闭 会不会给美国其他的金融行业带来波及的效益 但是呢 美国政府感觉到呢 这个势头呢要立即就把它止住 不然呢 这个股市大跌 对其他银行的波及呢 很可能本来是一间银行的倒闭 最终就是导致了金融风暴 金融海啸 像当年雷曼兄弟一样 一下子波及到全球 那这个损失就大了 所以美国政府及时地伸出援手来救市 这一点呢 是我们想不到的 因为呢 过去呢 银行倒闭 那银行是私人企业 本来银行你运行不符合经济规律 不符合市场规律 你倒闭就倒闭嘛 国家来救你这种可能性不大的 但是没想到这次美国政府出手了 也就是美国政府就在昨天下午又财政部宣布 在不动用任何纳税人的钱的前提下 解决硅谷银行的问题 这个话讲的呢 就让大家不能理解 就是美国政府你来解决问题 而且是不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解决问题 那动谁的钱呢 谁的钱来解决硅谷银行的问题呢 如果是私人解决 那肯定是那个公司 或者那个私人 那个富豪他来解决 美国政府出面怎么动用的不是纳税人的钱 而你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呢 但是呢 美国政府有这么一点承诺 是对广大厨户呢 给了一个定性完 就是所有的厨户 你们都不要担心 你们的钱到礼拜一 仍然可以提 这一下子呢 就大量的创投公司呢 他们就逃过了一切 也就是本来有大量的创投公司的钱 都存在这家银行的 他们到礼拜一 如果是不能够提款的话 就意味着他们公司的员工的工资就不能发 所有公司里面的日常运行 包括办公 包括采购 包括他们自己所有的经济往来 已经定立的各种合约都没办法执行 因为钱在银行拿不到了啊 现在美国政府是保证所有储户的钱 你们一分都不少 这个所有储户的钱大致有一千七百多亿 也就是这一千七百多亿呢 美国政府给你们兜底了 所有储户的钱都可以提 但是有几个人的钱是肯定受到损失的 也就是美国政府明确就表示 硅谷银行所谓的股东 你们的利益肯定就没有了 第二个是没有担保的债券持有人 你们的利益也没有了 也就是你大众债券买了这个硅谷银行的 你又不找这个担保 就是没有保险担保 那显然你的利益就受损了 对于普通储户 那么他们的利益 美国政府给予保货 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变成了美国政府出手就是 就能够让硅谷银行的倒闭呢 不会影响到其他行业 不会波及到金融的其他产品 尤其是大量的存在硅谷银行的这些中小创投用户 以及相当的富豪啦 就是昨天我讲过有很多富豪个人受损失 你只要你是存在这个银行里面钱 随你多大的富豪 随你存多少钱都不会受损失 也就是潘石一也好 王兴也好 古埃林也好 包括英国王子二哈 哈利和梅根的钱也好 就是有了着落了 因为美国政府对所有出户的钱给你们的保证 保证你们礼拜一就可以提 那么这个硅谷银行的倒闭 究竟是银行经营不散呢 还是美国政策所导致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 你如果说政策导致 那么为什么是硅谷银行倒 美国有那么多银行呢 那么就导你硅谷银行的原因是什么 显然什么 政策肯定是导致了所有银行 他们吃紧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硅谷银行的管理者 他们的上层管理者里面出现了大的问题 尤其是硅谷银行这次给大家看到了 这个首席行政官叫约瑟夫 大家一下子觉得约瑟夫很面熟啊 因为这个人太牛逼了 他等于一个人就搞垮了两个银行 他在加入这个SVB就是硅谷银行之前 曾经就担任过雷曼兄弟全球投资银行的CFO啊 CFO是什么 就是首席财务官 跟孟晚舟在华为的职位是一样 当年他在雷曼兄弟担任首席财务官 结果雷曼兄弟公司倒了 也就是雷曼银行导致了全球最大的金融海啸 发生在2008年 那以后他就到了SVB到了硅谷银行了 结果他认知硅谷银行首席行政官 现在硅谷银行也倒了 所以这个家伙太牛了 雷曼银行也是倒在他手上 硅谷银行也倒在他手上 你能说跟管理没有关系吗 毫无疑问来讲 硅谷银行高层的管理是出现大的问题嘛 只不过美国政府出来救市 也就是挽救了这个巨大的损失 让所有的储户他们那个不安的心情 给他们暂时平息下来了 也就是不会给社会造成广大的影响 而且美国阴谋论美国崩溃论在中国广大的这个粉红中间不断地燃烧 唱衰美国告诉你 美国完蛋了 美国银行已经崩溃了 这个银行崩溃完了就是美国政府崩溃 最终就是美国彻底的完蛋了 所以中国大量的小粉红就拼命在互联网上面 不断地宣告美国即将崩溃 其中有一个网名叫做投薪资产的大V 他拼命散布美国崩溃了 他发微博说所有在美的华人 所有海外华人要立即清倡资产 不要再观望了等到破产那就晚了 挤兑已经全面爆发 所有存款还有美债就地全部提取转移 放到香港都比美国安全 只有中国四大行才是安全的 美国四大行都很危险 你看这个家伙多么无耻 他转移了风向转移来转移去 最终告诉你中国最安全 你们都把钱汇到中国去 你看看中国哪一个高官 上职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职一个村长一个村干部 习近平的姐姐姐夫他们的钱 都存在中国四大行吗 他弟弟谢明的钱存在中国四大行吗 哪一个人的钱不存在海外银行 不存在美国不存在瑞士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小粉红号召你们海外的华人 海外的大卫你们赶紧把钱 乘到中国四大行 四大行才是最安全的 这不是共产党大卫 现在能是什么呢 而且还告诉所有海外华人 说趁着美的银行突发危机 全面卖出输回美国资产 晚了可能就要腰斩 晚了可能被美国没收金光 只有你共产党才会没收富人的财产 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 你听说过美国没收过谁的财产呢 等着就是没收你共产党高官的资产 因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 现在都没收过俄罗斯高官的资产 那是因为俄罗斯侵略人家乌克兰 作为侵略者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 他帮助侵略者去打人家乌克兰嘛 这就跟中共一样 中共如果一旦打台湾 所有中共的高官他们在海外的资产 美国就会对你进行冻结 那么是不是没收再说 因为美国是尊重私有制的 美国人不愿意随随便便 动用国家的能力 去把某一个人私人的财产 去把你抢夺过来 冻结那是因为你违反了美国的制裁命令 那冻结你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那这些小粉红在国内 不断地去喧嚣美国要倒闭 美国要崩溃的这种理论 在整个中国广大网民里面 掀起了一阵高潮 美国就会因为一个银行倒闭 美国就崩溃吗 美国别说是一个银行倒闭 美国哪怕是十个银行倒闭 一百个银行倒闭 美国也崩溃不了 在美国银行都倒闭之前的话 你共产党先灭亡了 你俄罗斯先被肢解了 当全球共产主义全部灭亡之后 你再来看美帝国主义灭亡吧 我告诉你讲 消灭共产党的消灭俄罗斯中霸权主义的 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给共产党在外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最终通过中国内部自身产生的变化 也就是外因促成内因变化 共产党就肯定灭亡了 等共产党灭亡以后 中国会建成一个跟美国一样的伟大的民主国家 到哪里你看到美国就崩溃呢 美国被中共渗透 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明白的 也就是中共通过文化渗透意识形态渗透 通过派出大量的小粉红留学生 通过派出方方这样的燕子 碎完了美国上上下下的意愿 对美国进行全方位的渗透 影响美国的价值观搞难美国社会 这是什么 这是中共四十多年来从来没放弃过的 对美国的一个战略 因此你看昨天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晚会上面 那么华人的一个亚裔明星叫杨子琼 杨子琼凭借着他自己出色精湛的表演 获得了唯一的一个亚裔影后 这也是奥斯卡颁奖几十年来 一个亚裔登上了女性影后的这个地位 那么当然很鼓舞了 只不过呢 跟杨子琼获得亚裔影后相比 更重要的更引人注目的是整个奥斯卡颁奖现场 有大量的华人在抵制 香港武打明星郑子丹 因为郑子丹这个人呢 他曾经在中共这次两会上面 被中共选为什么人大代表 在两会上面为了讨好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 他公开跟媒体说 2019年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是暴乱 他就是站在共产党坦克这一边嘛 也就是对郑子丹这种无耻丧失良知的言论 受到了香港和全世界华人 对他的一直批判一直指责 那么知道政治丹 这两天要到奥斯卡来出席 所谓奥斯卡颁奖仰仪式 因此全球华人就发起了一个抵制政治丹 要求奥斯卡颁奖晚会取消政治丹 入境美国参加奥斯卡颁奖晚会的仪式 因此全球光署名就是联署 抵制政治丹的这个签名 早就超过了十万人 而昨天这个颁奖现场 民运最起码有二百多人到达现场 在现场表达抗议 只不过呢好莱坞早就跟中共勾兑的 已经非常非常紧密了 好莱坞把大量的影片输送到中共 全部是经过中共中宣部给予审查的 也就是中共审查你哪部影片可以进 哪部影片不能进 哪些影片里面的台词你必须修改 也就是最终好莱坞为了获得中国市场 早就跟共产党勾结 早就跟共产党沆穴一起 他们已经没有正常的人类道德价值观 所以对郑子丹这种公然说出 诋毁香港人民语言的人 仍然被奥斯卡请为上兵 现场尽管有那么多观众抵制他 尽管全球已经有十万多人签名抵制 但是奥斯卡置若罔闻 所以说这就是美国被中共渗透的具体表现 而这次两会上面习近平就是 不管你美国对我中国什么态度 你越抵制越制裁越打气 我越要让他去升官 所以我们看两会上面 这两天已经任命了中共国务院各个高官 那么这些高官的任命里面 有很多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我们看到是国家卫健委主任马小伟 马小伟是继续担任国家卫健委主任 但是马小伟招致的反对是非常多的 因为大家不敢明目张胆地站出来反对习近平的动态清零 因为有投票权的人很少啊 这些有投票权的人如果敢反对习近平 那显然下次你就没有投票的机会了 所以人家不敢明目张胆反对习近平 要保自己无杀帽 但是人家敢反对你马小伟啊 人家可以把动态清零这件事 不满意这个怨气撒到你马小伟头上 所以说马小伟一共得到了21票的反对票 还有8票齐全 在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负责人中 他获得的反对票是最多的 也就是代表们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投他的反对票 就是看到你马小伟作为国家卫健委主任 在动态清零三年中 你扮演是不光彩的角色 你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安全的各种安全措施 相反你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制造了人民更多人员的死亡和家破人亡 所以对马小伟他这个反对票最多是符合民意的 那么其次呢习近平呢 他在国务委员里面提拔了李尚富提拔了秦刚 尤其是秦刚大家在整个这一次秦刚升任国务委员的事情上面 就感觉到秦刚完全是三七跳啊 秦刚仅仅有三个月时间就从副部级晋升为副国级 副国级在中共就称为是国家领导人啊 也就是秦刚在去年十月份二十大召开之后 他只是中央委员是中国驻美大使 这只相当于副部级 那么这个副部级经历过了两个月到去年十二月份之后 秦刚已经升任为外交部部长就是正部级了 那么在这一次人大会上面 他这个外交部部长又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国务委员 这样子他就从一个副部级很快没有几个月时间就升任到副国级 五年前王毅也是由中共的外交部部长升任国务委员的 不过王毅是当了十一年的正部级的外交部长啊 才晋升到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行业 而秦刚只用了几个月 为什么秦刚几个月就能达到这个地位呢 那是习近平对他格外的宠幸 因为习近平自从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 习近平只要出访 就必须由礼宾司来给他安排所有出访的行程 为他的出访制定各种外交礼仪 习近平一个梁家河扛麦子出身的 哪懂什么叫外交礼仪啊 在跟大国外交过程中 他自己一举一动一投手一驻足 都需要符合外交规范 习近平哪懂这些东西不要有人训练他嘛 因此秦刚就变成了跟他两人能单独在一起 切磋所谓外交礼仪的李宾司的司长 而秦刚怎么会放弃这个机会 让李宾司其他人做这个事呢 作为李宾司司长他肯定是紧跟习近平嘛 在跟习近平的密切接触过程中 习近平赏识了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外交部李宾司司长 那么就给了秦刚很多的机会 习近平这十年中大部分的出访 秦刚都是如影随形的跟随习近平 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变成了习近平的外交顾问 习近平在外交上很多大事都听穷秦刚对他的建议 这样秦刚就被习近平中拥一步步就提拔起来了嘛 先安排到美国中国驻美大事 这是中国驻外所有大事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也就是秦刚先担任驻美大事 很快就回国担任了外交部长 这次被提升为国务委员 这来自于就是习近平对秦刚的信任 也来自于秦刚他作为战狼表态呢 完全符合习近平的意愿 所以你看秦刚刚刚外交部长没有几天 在这次人大会上发言 他就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就地动山摇也就是告诉美国 我们中美之间唯一的影响我们重大关系的就是台湾 看你美方这么处理台湾问题 然后他又警告台湾说是如果美方不踩刹车 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狂飙下去 再多的湖南也挡不住你们吐轨翻车 必然陷入冲突和对抗 也就是他告诉美国你们不刹车 那么陷入冲突和对抗是你们导致的 然后他就威胁全世界就告诉你们 中国不安全世界都不会安全 这个话就意思我过不好你们都别过了 也就是秦刚这种战狼语言跟普京讲的就是 没有俄罗斯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跟金三胖他爹金二讲的 没有朝鲜的地球没有继续运转的必要了 也就是这个秦刚的这个战狼口气啊 跟俄罗斯的普京跟北韩的金二胖金三胖是一模一样 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口气 正是因为他是这种战狼姿态 习近平赏识他才把他自己几个月 从副部级提到了嘛提到了副国级 那么李尚福呢李尚福习近平就是要做给你们看的 很多坊间都认为李尚福这次肯定是出任不了国防部长了 因为美国制裁他嘛 你制裁以后两军怎么交往呢 国防部就是军队的外交部门 因为国防部主要的工作职能就是跟外军打交道的 因此作为主要打交道在军队的国防部门的领导人 你如果是受到美国的制裁 跟美国领导人没有办法交流 没有两军互法 也没有办法坐在一起讨论整个国际军事大事 那你这个国防部长怎么去胜任你的工作呢 而美国国防部长怎么会跟你一个被美国制裁的人 坐在一起去开会去讨论呢 但是习近平就要安排李尚福来干这个部长 习近平让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有他自己两层生意的 第一层生意就是针对美国制裁李尚福一事 习近平等于把这个球就踢给美国 你不是制裁吗 我就重用他 他逼拜登让步 也就是我重用了国防部长被你制裁 那么两军之间的交往是你主动断掉的 不是我断掉的啊 他把皮球踢给拜登啊 今年2月4号美军击落在美国领空的中共间谍气球以后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是主动要求和时任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通电话的 但是中方是拒绝了美国这个电话 就是理都不理奥斯汀 那么就变成了美国国防部长在今后 如果碰到跟中国两军需要交流的事情 下次打电话就不是给魏凤和了 就是给李尚福了 而李尚福是一个被美国制裁的人 怎么跟你去打电话 怎么跟你去沟通啊 那么习近平就把这个皮球踢给拜登 你把制裁取消掉吗 你取消掉这个制裁不就可以打电话了吗 所以说习近平他这种做法是倒逼拜登 但是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受习近平的威逼 就是你任命李尚福为国防部长 我们就会撤销对他的制裁 没那么一回事 所以李尚福被你任命为什么职位 被制裁就是被制裁了 不可能撤销 至于美军国防部长是否需要跟你中共的国防部长 需要军事对话 需要彼此之间友好往来 不重要 美国给你中国到时候就拿实际行动看 也就是告诉你中国台海的安全 关系到整个国际的安全 关系到美国的安全 如果你对台海打了 那你就打了试试看 你看美国怎么对付你 不需要两军交流 不需要跟你这个被制裁的国防部长 跟你多一句废话 这是什么 美国的态度 当然习近平有习近平的用意了 就是倒逼一下拜登 你看拜登会不会做出一些让步 这是针对外方 针对国际 习近平任命李尚福 他有这个用意 那么第二个用意 更多是做给国内的官员看 因为习近平很清楚 美国不会放弃制裁的 美国绝对不会在这方面做让步 你逼归你逼 但是美国有美国的原则的 你们心里也明白 但是对国内的奴才就不一样了 针对国内的奴才就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大胆的搞 美国要制裁什么 你们就一定要搞什么 美国越怕我们干的 我们越要干 那么干到最后 大不了不就是美国制裁吗 你们制裁了以后 我跟你们称的 也就是美国随他怎么制裁 我照样让你升官 李尚福不是被制裁了吗 我不是先把他从中将升任到上将了吗 然后再把他提拔为中央军委委员 现在在正式任命他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一下子就名正言顺的副国籍 并且李尚福这个职位是在你一边制裁 我一边提升的 从中将到上将 从装备部部长升任为军委委员 然后又从军委委员升任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习近平意思就是我一直给你升官啊 因此习近平这种用意就是告诉中国所有的大小战狼 你们呢就大胆的一个美帝国主义干 不要怕制裁 他越制裁你们越升官 习近平他要考虑哪一个升官 从来不从你的业务能力 从你自己的专业知识出发 他想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根本就不考虑你有没有能力做好这个岗位 这一次国务院一下子升任了一个总理四个副总理 这两个政治局常委他们一天都没有在国务院干过 没有在国务院任何一个部门有过一天的工作经历 他们照样当总理和第一副总理 另外三个副总理也基本上没在国务院做过什么事 除了何立峰做过几天发改委 另外两个新提拔的这个副总理都是军工部门出身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国务院工作过 对国务院工作了解什么 但是习近平照样提拔吧 习近平提拔的这四个副总理 前面两个副总理是自己的敌系 后面两个副总理是军工体系 习近平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要把这个军工部门的人把它充斥到国务院来 让所有国家的经济部门围绕着军工来做 就是我们不在乎我们经济上有没有发展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强大的这个军工体系 这就跟北韩动物东讲先军政治一样嘛 为了先军政治所有东西都给军事让步给国防让步 副总理里面连这提拔几个有军工色彩的人 不就是目的就是在中国整个经济领域里面 推广国家的这个军事工业 推广国家的国防工业嘛 而习近平本身是总装备部部长出身 在担任总装备部部长之前 他是西藏卫星发射基地的这个总指挥 是担任过嫦娥二号的指挥长的 也就是这些人都进入了国务院 都担任了国务院担任了副总理 他们在中国所营造的这个军事优先 国防优先就给习近平拉开一个驾驶 他准备打嘛 他准备打台湾嘛 不管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有没有国务院领导经验 能不能干 习近平就是逆淘汰 逆淘汰只可能是让那些真才实学的人下岗 武大郎开店嘛 只能找更矮的伙计啊 对这个问题中共他嘴巴上是讲的很好听的 一边讲到我们要用那些优秀的人才排斥那些逆淘汰 一边真正在官场上面就是采取的逆淘汰 你越能干的人你越早早被淘汰掉 曾经中共的官媒人民日报他说过 在中国的官场基本上是出现的是平庸淘汰接触 励志淘汰优胜小人淘汰君子 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操守者遭到的是冷遇排挤打击和压制 这个话是讲谁啊好像是别人干的一样 这不都是你习近平干的啊 是你习近平你在你领导这十年中 无论是中央级的党政官员还是各个省的封疆大力 你都是专门用平庸去淘汰接触 用励志去淘汰优胜用小人去淘汰君子吗 那么广大代表不清楚吗中国老百姓不清楚吗 或者是习近平坐在他身边这些官员他们不清楚吗 他们都清楚吗 李克强这次离任他做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当他做完报告向大家鞠躬离开他已经工作了十年的总理岗位的时候 所有代表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个掌声达到多长时间达到五分四十秒啊 也就是鼓掌鼓五分四十秒你自己站在家里面 你数好了你的苗表你鼓个五分四十秒你鼓鼓看你是一个什么状态 没有那种饱满的情绪没有那种深深的尊敬 没有对对方一种惋惜一种怀才不愈的这种心情 怎么鼓得出五分四十秒的掌声呢是全体代表吗 实际上大家就是对李克强的一个肯定 虽然李克强当了十年总理是非常的窝朗 没有看他做出任何对推动中国改革开放 对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但是李克强至少说了一句大实话 在2020年两会时候李克强就告诉大家 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在一千或者是一千以下 作为总理能把这个事情告诉全世界 至少李克强这个人他觉得不能再隐瞒了 他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搓穿了习近平的全民之父 已经全民小刚的谎言 至于被习近平这次淘汰的团派的另外一个 重要领导人汪洋 汪洋在2012年在广东任职时候 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一个好的制度比一个好的领导更重要 要改革就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说明汪洋是很清楚中共体制弊端的 也就是优秀的制度比一个优秀的领导更重要 我们如果有一个优秀的制度谁来当领导 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搞得很好 也就是李克强和汪洋都是有这个意识的 但是习近平不会给你们这种有改革愿望 有愿意在中国进行制度变革 把制度走向文明化的领导人 让你们留在你们的岗位上 而是习近平要选拔蔡奇李强这种酒囊饭带 选拔丁薛祥王小红这种固利 来帮助习近平来巩固政权的 他根本就没考虑过中国要走向文明 他只考虑到他自己要能够拥抱他自己的皇位 他不是第三次任国家主席 他恨不得终身连任 也就是习近平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个权利 要改党天下为他西天下 保证他习近平永治江山 他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管你们是君子小人啊 你们唯我所用就行 你们在我面前永远就是五大郎开店的伙计 你们对着这个五大郎每天磕头高喊万岁 习近平自己可以做万世君王 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坐到这里 谢谢大家